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再講講這個激光 在其他方面的發展 其實這個激光現在去到什麼層次? 這樣講 現在已經不是說純粹是否能夠發明一個激光 而是怎樣令激光更加靈活 更加有效 更加輕巧 我們都知道以前講的激光就好像很大支東西 現在激光就是一支筆這麼小都有 而且還要做到能夠不同顏色 還有它的內容更加持久 令到很多 無論是通訊 顯像 還有那個娛樂的層面 你會發覺激光有很多的用途 其實如果問我 更加引人入勝一點的 就是在那些叫做加密通訊 軍事用途那裡 你會發覺尤其是在這一兩年 一個正式的發達國家的海空軍 它上面已經裝備了一個激光去激落 一個主動激光去激落東西的一些裝置已經有在這裡了 就是已經進入了一個這樣的激光時代了 所以我會覺得任何一些激光的一些新的發展 我覺得如果是對於未來人類文明有更加大的影響 都值得有些東西可以說下去了 我提到一個想問你 就是激光是在什麼條件之下 可以成為一個武器的? 夠強 是的 譬如現在它在說那些激光武器 很多時候是說一些紅外線的激光 很多的物料去吸收這些紅外線都很有效的 所以你找這些紅外線激光去照它 它就很容易吸收了紅外線激光的熱 就熱到溶了 熱到爛了 現在你看到日本的海軍 英國的海軍它的艦艦上面是有測試 甚至已經裝備了這些激光去激落一些無人機的裝置 是有的了 另外很有名的 譬如以色列也都有 美國其實就是相對反而沒有英國那麼快手 但是美國就不是沒有這些研究的 它一是不做 一做就做到決定性那麼威力那麼強 所以更加多的一些精力就擺在 怎樣弄到那支激光的功率有那麼厲害得那麼厲害 然後就是有那麼準得那麼準 還有就有那麼耐用得那麼耐用 還有有那麼回電快得那麼回電快 如果假設 譬如現在有超音速導彈 如果譬如航空母艦 它裝上去會不會像一個保護膜一樣 就是你射過來 它都溶掉了呢 原則上是想做到這樣的 就好像我們小時候看的那些科研交通片一樣 有個好像 都不是防護罩啦 總之有個雷達已經測試到有東西飛過來 你到了埋伸的時候就自動有支激光和你光束的一下子就打爆它了 長遠來說是做到這樣的 但是當然就不是想到我們好像星球大戰一樣 哇 每秒的珠珠珠不停地飛 但是譬如每一支現在能夠做到 每一分鐘就能夠射一鏡就已經叫做比較快一點 所以你要預備很多支 這個星球大戰裡面的那些激光槍是可不可能的? 這樣說 如果是一個地面去瞄準一個導彈擊落一些東西的 一個地對空的那些東西 已經是可能的了 但是如果你純粹就好像我一個手槍一樣 一下子去射人 那些就還沒有駛去做到這樣的威力 那現在你說一些比較輕巧的那些激光裝置 我們很希望能夠做到什麼呢? 是能夠做到可以在線路板上面的那種size 就是已經不是在追求一支激光筆這樣的作用 那個激光筆純粹可能是一個painter 拿來給你教書 拿來給你做presentation 現在不是只有這樣 是可以直接輕巧和細緻的一個地步 放在一個變成整個電路的一個部分 一個光學器件的一部分 那就是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目標來的 如果大家深水清記得有一樣東西 我們現在是在搞一種叫做量子運算 其中量子運算要達到目的其中一種的手段 就會用到激光的 是用激光來變成一個光的量子 來去變成這個量子的單元 在這個光學的線路裡面去做運算 那這件事你發覺中國都是非常著手去研究 也都很有顯著的成果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國、英國 也都當然英國這個就更加是嚇到人的 在那個光學的研究那裡 那現在台長你去展示出來的那個 就是由史丹福大學的一班研究人員 他開發的一個新的一個 很簡單的激光系統的結構 那這個激光就叫做Titanium Sapphire Super Laser 那其實用這種材料去做激光 就是很舊的技術來的了 有了很久的了 而且還有比較大舊的 就是如果大家或者台長你把這個Titanium Sapphire Laser 這件東西在Google找一次 展示出來的那件器件 你會找到價錢 哪裏有得賣 還有那些東西是比較大舊的 通常就有幾大舊呢? 可能是給你一舊 整舊好像一舊那些 整舊兩舊A4紙搭起來這麼大舊 那就是一個都挺輕巧的實驗室的器件 那為什麼在實驗室裡面 會很喜歡用這些這樣的雷射呢? 那其實也都是有賴於它 是能夠放出很多種不同顏色的光 它那種能夠將光的那個顏色 就是說它那個波長改變的那個能力 令到它在那個光學研究那裏就很有用 它可以是 很多時候的激光就是 你買回來一支那些Laser pointer都是的 一隻色就是一隻色的 你不能扭個掣去改色的 但是這些Titanium Sapphire Laser 就有這樣的潛質的 所以在很多的研究機構那裏 這個就是一個叫Tunable Laser 就很有用了 另外如果說可調教呢 它除了可以調教那個顏色之外呢? 這種激光還可以 用這種技術製成的激光 還可以去調節它那個默充的頻率 就是你可以令到它每秒 出多少粒這些默充 這樣出呢? 你是可以很精準地去調教 而且也可以一次過出一套 就是那些激光的波長 每個是差一個固定量的 差一點點 就是可能它出一套這個綠色的激光 但是這個綠色激光不是純綠色的 有些就是綠一些 有些沒有那麼綠 就是波長那裏有個頻率差了一點點的 那它這種Titanium Sapphire Laser 也是一種很好的技術 令到我們能夠出到 同一時間出一套固定差距波長的激光的一個裝置 那它有一個名字叫Frequency Comp 那個Comp就是一把梳的Comp 那一種這樣的技術 你會發覺在那些研究 電子、激光、運算 就是很重要的研究技術來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個叫Titanium Sapphire Laser那裏 有些更加厲害的技術突破 那為什麼我們就要拿這件事來講呢? 為什麼它會做到那個 任意調教波頻的能力? 這裡就要講回它那個 很多時候要講激光的原理 那剛才台長你找這篇文 譬如Titanium Sapphire Laser 那它裡面有什麼元素呢? Titanium 廢話一句就是 另外它那個Saphir的結構那種精神的結構 其實就是由一些有氧化的氧 就是通常這一種就是一些叫做半導體 還有一些是Ceramic 我們叫做一些有氧化物質 砌出來的一種叫做inorganic的 由母機物質合成的一些的 拿來做激光 那你的激光出什麼顏色呢? 其實很視乎它那個分子結構裡面 那些能界 就是你那個分子 它那個裡面 究竟裡面它的電子 是處身於一個高一些能量的狀態 還是低一些能量的狀態 而那個高能和低能的狀態中間的能量差距是多少呢? 來決定了那個光的顏色 如果它的能量差距是固定不可以動不可以變的 那它出來的激光就是一隻色的 但是現在就是因為這一種這樣的物料 它是可以將那個能界 是可以自己外面去調節改變 於是這種優勢就使它整個出來的激光的波長都可以去調節 所以當初就是發明到這種 Titanium Sapphire Laser 對於很多激光實驗研究人員 是一個很大的喜訊它又輕巧 接著它的用途又廣泛 一支可以抵得別人很多支 所以大家就會想 就算不是用來做實驗研究 你想想 如果我是用來做通訊 通訊呢 其中一樣我們三機都是這樣的 大家不要霸了同一個的frequency 不然就會大家 cross talk 和 jam線 所以大家的台要有一點點不同的 你用三機要調節台 你就去接收不同的頻率 大家不要太近 也不需要太遠 但是如果我這個激光裝置可以一次過幫我出很多 頻率只不過是差一點點 而且是很固定的一堆激光訊號的話 它就可以拿來做一個收發訊號的裝置 你可以一次過大量產生很多不同的頻率 去放入一條光纖上就是通訊 這樣就很有用 所以大家就會想 如果我拿來做通訊 將激光 將它的光的訊號放入一條光纖上 那就通訊了 實際上也是在做 但是更加厲害的是 接下來我們去做這個通訊 不一定是說我打電話和你上網的那種通訊 是說一個內聯網 或者一個軍事加密的系統裡面 怎樣去傳輸 或者純粹就是在那個 用到光學來去做量子運算的時候 裡面的光怎麼擁來擁去 走來走去 如果你能夠將這個激光的氣件 由一個好像一塊A4紫 這個紫磚這麼大的一塊 一塊縮小到很小的話 那就是說對於未來 我們做一個叫做激光 有激光這些光學的量子 兼電子氣件 就是一個很有用的材料 那這個就先是講那麼久 才正式講到就是 史丹福大學他們今次 這幫研究人員 他們那個研究貢獻 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哪裡呢 就是他們能夠成功開發到一個 只有一個斗鈴 今天講斗鈴可能有人聽不明白 等於香港今時今日一個一毛錢 還要小的一個這樣的氣件 這個氣件呢 它就是這個這樣的 Titanium Sapphire Laser 這個激光 而且能夠做到那個的強度很高 不是純粹出光就算了 而且還能夠做到那個 功率是可以做到很高 那在這裡你想到幾樣東西 無論可以做一個很輕巧的通訊 和將來的運算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著來做武器 或者去做探測啊 防衛啊 掃描那些東西 有一塊這麼輕巧的 一塊這樣的裝置 你就很容易把它砌到很大塊 然後那個功率很強 然後你就說 你適當地去研究它那些 供電和散熱的一些裝置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一塊這麼輕巧的裝置呢 去將它scale up 變成一塊很重型 一塊功率很強的一個超級激光 是 那個超級激光的意思是 擺在那個晶片裡面有什麼具體功能呢? 這樣的 它如果一個 就是相對 就是它這個超級的意思就是說 它能夠比以往那個技術 做到出的功率更加強 而且它的壓的空間很少 所以你擺在那個運算的時候 那你那些叫光學運算呢 其實就會是用它就很好了 而且能夠一次過給了很多種 很多個不同的channel給你 很多個不同的頻率給你 那這裡不妨連結回呢 我們都有成一年前有講 中國尤其是那個潘建偉教授的團隊 就是由這個中科院 和奧地維也納大學他們合作的研究呢 弄了一個那個叫做 用光學量子運算那個prototype呢 他們現在一定是再將它再精進一些的了 他們上面都一定是用到激光去做的 那當然了 它做了那個圓形的prototype呢 就跟實際的應用做了很大的距離 因為它用的器件 還是我們現在現有實驗室看到的器件 很大塊的 就未能夠將它微型化的 所以你說如果講到中國的 剛才我講的那個中國和奧地利合作的 那個叫做激光運算的原件 這個微型化在那裡呢 就是他們現在一直在奮鬥的目標 那可能有熟行的朋友 可能說他剛剛最近已經有消息 原來又做到更加微型了 那我不會驚訝啦 如果有這件事情 那所以有了這些現有這些技術呢 你能夠將最重要的激光那部分 然後就是將它的功率相對地提高 它的散熱機能也都比以往的做得更加好 耗電也都更加少 但是就是那個效能提高了的時候 你會發覺呢 距離將這些這樣的激光運算器件 微型化這個目標呢 又又近了一大步 那它在那個量子電腦裡面 是不是它的應用的用途很廣泛呢 會是的 就是如果你說未來世界量子電腦裡面 尤其是用到光子來做量子運算那部分呢 就一定不少得這些激光的器件了 那可以這麼說 如果將來你說最後我們的量子電腦 是可以做到好像家裡的PC那樣的 可以家用電腦都做到的 然後裡面有個器件 有一堆光纖在那裡 有一堆光在那裡彈來彈去做運算的 那如果你最後告訴我 原來就是用到這種這樣的激光器件呢 我一點都不會驚訝了 現在都是在說很追求那個 可以是on the chip 就是可以在一個晶片上面的激光器件 是很需要 就是對於未來科技來說 是很需要這種這樣的技術突破 好 我們這次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在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扮著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呢 就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的了 好啦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